然后试的话很简单,这个第一个版本是快回圈的版本 这个版本的话,其实你只要把它从Sub到EndSub 这等于是副程式啦,Sub到EndSub把它Ctrl-C 然后贴的话呢,记得你只要贴到哪里呢,贴到Excel里面 那上面会有开发人员,如果你这边电脑没开发人员的话 记得就是要把它打开 因为它预设这个开发人员标签,预设不会打开 为什么,因为一般人不会去使用这个功能 不过我想应该未来,应该可能都要会啦,OK 然后呢,我们这个版本是2007 所以你可能在什么,上面有个箭头,其他命令里面 它会在常用的那个地方有一道开发人员标签这边 这个可能如果你的电脑没有的话 你可能要把这个要把它打勾啦,预设是没打勾 你要把它自己打勾,如果你的版本是2010以后的版本 它放的位置好像在大概自动,自定这里啦 它的名称不叫叫自定 点下去之后,旁边一样会有个开发人员的标签 你把它打勾啦,一样可以看到那个开发人员标签 那主要就是说,顺便比较一下啦 Python 跟 VBA 到底有什么差别 其实,我是,当然第一个明显的地方 如果你的使用习惯大部分都以上有的话啦 我建议你基本上还是先把 VBA 可以先学一下 为什么,因为你没必要说,比如说你已经在台湾 然后你还要去学英文,然后用英文的方式跟台湾,在跟大家沟通 这好像有点绕,有没有 因为你本来就是在Excel嘛 那 VBA 本来就是在同一个软体里面 所以它的沟通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你今天呢,假如说你用 Python 有没有 你学了 Python 之后 再用 Python 去跟Excel 沟通的话 显然是,有隔了一层的问题啊 那你教老师,可以啊,可以沟通 对,可以沟通 但问题沟通的方式,相对是比较麻烦的 OK,就像说你到国外,你回来之后,假设你讲英文 当然大部分的英文是应该,还应该是都OK啦 只是说毕竟不是母语,一定会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有点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第一个,如果你假设要用这个Excel的话 VBA,就是 Visual Basic 打开 那程式部分的话,第二个,你如果要加的话 记得就是在这上面按右键就可以 在哪边,其实这个地方,这个区块按右键都有个插入什么 插入模组就可以了 插入一个模组之后,把云端上面那一段Sub到End Sub贴上 那其实就可以RUN了 你可以比较一下,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 其实就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这个部分 你会发现那个程式到底有很多地方不一样 其实倒也没有啦,你会发现 其实它的差异就是说它的写的方法 在VBA里面一样是模组,这边一样是模组 只是说Python里面没有一个所谓的Sub 它是直接写 那写的方法你会发现 在那个Python里面,它是用Import random去产生乱数 可是在VBA里面,它是用一个函数叫RND RND的话去产生一个乱数 那个乱数的话,它会随便产生 它产生的这个值最小是0 最大的话是0.99999 大概不会是1 OK,所以如果是0乘上20还是0 加1的话就是1 如果它是最大是0.9999 等于趋近于1就对了 那如果乘上那个时候20的话 那就是说 19.99999 所以我前面加个RND 我把小数点去掉,就是19 加了1不就变20了 所以它的乱数就刚好是1到20之间 这个原理 使用的方法只是说它 我们是要做一样的事情 但是是用不同方法 结果是一样的 反正就是把它变出来就对了 另外的话,这边是用Input 这边是用Input Box 有没有 那这边是用File以冒号 这边叫DoFile以冒号 大概没有冒号 有没有 多一个度而已 那Input的话是 这边好像一直Input 其实可以写在下面 所以这边一样的道理 可以把这个Input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个的下面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嘛 可以把这个 虚等于什么 有没有 底下这边就不用Input OK 有没有 不就长一样了吗 然后底下还有if 它哪里呢 if后面 你会发现 在Python里面的话 它是一个冒号 但是VBA的话是一个 then 显然它比较啰嗦一点 冒号比较简单 在Python里面是print 那我们在VBA里面的话 它是用MeshBox 是跳一个 因为print 它没办法 没地方print 所以我们就跳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那个 就是一个小视窗 然后呢 一样是显示太低太高 然后如果对的话 那就是猜对了 那在那个VBA里面的回圈 break 我们在Python是这样 可是如果是在VBA里面 就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叫做 isit do 就名称不同而已 就这样 其他大概都差不多嘛 没什么不一样 所以这些其实 我主要是把它们通通差异记下来 记下来 所以以后的话 只要写这边的 我就把它改那边 改 那边就OK 可以改 所以如果像这个VBA里面 假如说你还要把刚刚的这个地方 只能拆三次加上去的话 一样嘛 把它一样放在这里 那这个程式呢 再把它搬到这个底下 有没有 也就可以做出一样的事情了 只是语法稍微不同 这个地方我想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直接来玩玩看 我是觉得 倒也对我来说 不是什么太 怎么样 太困难的 而且有时候反而我花最多时间 并不是因为我的工作 去想成是怎么写 而是我刚好想到一个问题 我想要把它写出来 花很多时间 所以像有时候 我也要准备上课的东西 准备解决一个问题 可能花我最 可能一整天的 就是为了解决那个上课的题目 花很多力气 但是有时候反而也是乐此不疲 并不是说 因为我今天为了要 赚到什么样的酬劳 而去做这件事情 反而是因为我想要把那件事情做出来 我觉得反而做得蛮愉快的 OK 所以就是说呢 跟各位比较一下两者这些差异 其实看起来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差异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呢 其他东西我还要把它改成FOR 这边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接下来的话 再来看另外一道题目好了 这个是MANS CAI 有点像是 怎么讲 线上测验的那种类似的 就是说 我先DEMO一下这个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们希望 写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就是说 当我执行它的时候 能够跳出这样子 问题为 把什么呢 把英文的月份 先写在题目里面 然后呢 后面就有一个问题 这是几月 所以你要回答嘛 那当然呢 如果假设来 他不是 如果FORS 比如我猜一月 那错误吧 Enter 答错了 他会什么 继续跳出来 问题为 他又跳一样的问题 这是几月呢 那假如又答错了 他又继续了 也就是他无穷回圈 反正是让你一直回答 我到对为止 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写一个程式 比如说你希望 像小朋友很喜欢电脑 但如果你可以弄个游戏 让他做学习的话 让他一直玩玩玩 玩到对为止 而且计算说他答对 答错的次数跟时间的话 其实导也是一种训练吧 反正所有东西都在这里 他只是怎么写 答正确的话 比如说12月好了 OK Enter 正确答案就离开了 OK 所以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会遇到第一个问题 中文 跟这样 英文的月份 应该放哪里 OK 所以首先的话呢 大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 程式不多 你会看到非常的简短 主要的话呢 可能这个部分呢 比较会有问题的 应该是上面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放什么 放那个英文月份的部分 那英文月份的话 我就把它放 可是问题来了 英文月份总共12个 那如果你用之前的那个 变数的放法只能放一个 有没有 那可是如果我有12个月份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就要记得 你有必要把它放在一个所谓的串列里面 串列 其实简单讲 这个list 一个清单 OK 那个清单的话呢 它有几个特征 也不能乱放 前面一样是一个变数名称 后面的话等于的话 开头一定是要中瓜胡开头 尾巴一定要中瓜胡结束 那你就可以开始放你要放的资料 比如说你放1月 好假设 1月 不过你会发现 前面我这边有个空白 为什么等下再讲 1月 OK 然后呢2月 3月4月一直到12月 那不过啦 还有一点 你可能要第一个人讲说 老师那这1到12月 你有没有考我11 考英文吗 其实各位不用担心啦 你只要会e-sale的话 只要会1月拼的出来就可以了 1月 Generally你可以把它 先输入到哪里呢 输入到e-sale 有没有 输入到A1好了 那你只要怎么样 向下拖拉 它就12月份就有了 对 那你把它贴过去之后 前后加双引号 然后并且 在这个资料的中间加逗点就可以了 有没有 应该可以懂 所以我这怎么做的 e-sale 1月拉下 然后贴前后加算 然后做点隔开 就会有一个所谓的串列了 那其实这个叫串列 英文名称叫this 不过我觉得它翻译叫串列好像 应该叫清单就好了 可是一般书上都写串列 算了我们就跟人家一样 其实我觉得比较 叫清单可能比较合适 那清单的话呢 基本上呢 就等同类似像e-sale 所以这个概念 有点像是吧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e-sale 我觉得e-sale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工具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就等同于这个东西 那差别在哪里呢 特别就是 如果你把它放在那个串列的这个变数的话 它是放记忆体是看不到的 但是如果你放e-sale的话有个好处 它也是放记忆体 但是它是看得到的 那看得到跟看不到 其实就差很多了吧 对一般人来说 大家还是喜欢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话 再处理起来其实很头痛的 OK 不过你可以想象 反正以后的话 你只要看到串列 你会想到 其实在e-sale里面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们有个清单的 不过你会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第一个 这个地方 要多一个那个空的呢 这是空的四串 没有放东西 那没有放东西 你为什么不直接这样放 跟各位讲 有我的道理 这个我也是想了很久之后 才加了这个东西 加了之后发现呢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为什么 因为跟各位讲 如果你将来要抓 这个串列第一个的话 它的编号不是从1开始 它是从0开始 所以如果你要抓 1月份的英文的话 你就是这个变数的ms 再加个中瓜糊 里面放个0的话 它就抓到1月份 问题 1月份是0 那2月份是1 那每次 所以我刚开始写程式 我觉得好痛苦喔 每次都要减1 对不对 这实在不准性化 后来我就想了一招 从10以后这个问题 再也不用去烦恼了 加什么呢 加一个双引号 然后斗点 OK 就是把0 空掉就好了 不管它 这个 上周1,2,3,1到12了 从10以后 就没问题了 有没有 反正你ms中瓜号1 抓到的1月 12月就抓12 所以 就转弯了 对吧 OK 所以为什么这样做 这个 我后来是自己想出来的一招 这个方法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你会想说 加这个有什么缺点喔 缺点就是浪费 一个bite的空间 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空间 那其实根本没有 没有感觉啦 OK 所以我强烈先用这个方法 你不要 这个方法你们可以看一下 应该坊间书里面 应该没有这样用 只有我这样用 总有我的道理 因为我其实我讲过 我写程式的风格 尽量程式越短越好 第二个逻辑越简单越好 都不用转弯 很直觉的 OK 第一个 好 所以呢 这些资料呢 就被放在MS这个变数里面 OK 第一个 第二个话 一样是乱数产生一个 1到12月份的资料 所以这个乱数嘛 1到12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Random Range的话 后面就是1 0.13 就1到12的意思 那如果你这边没空的话 你这边Random Range 就变成0到11了 对啊 很麻烦 所以哦 每次光这个 那要转弯转来转来 如果头都晕了 对啊 他常常会写错 只要加那个东西 你根本不用顾虑这些 反正你就照1到12就OK了 这个跟各位分享一下 再来的话 画一帽 让他一直跑 输入一下 那可是 第一个要跳出来 这是几月呢 所以哦 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一执行的话 不是会有跳出 这是 什么 问题为 有没有 跳出来 问题为 把 这个乱数 跳出来的月份 要先插入到问题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们已经假设了 这个地方 12 所以哦 假设 这个MR 这个里面的变数是12的话 OK 那我们如果12 那我怎么去抓到 这一个 desember 这个变数 其实就是特别注意哦 你就把MS 中瓜糊里面呢 就把MR放进来 MR里面12嘛 你就把这里面放给MR就可以了 OK 他就会抓到什么了 抓到 有没有 问题为 MS 有没有 那MR的话 因为是12 所以就是中瓜糊 他自动把这一个 第 应该是第13个 在这个December 帮你抓过来 放哪里呢 就放过来 所以你会发现哦 如果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 有没有 他这边就是问题为December 就直接有没有 把这个字串 帮你放在这个位置 显示出来的话呢 会这样 问题为December 有没有 这是几月呢 OK 然后呢你就输入 那当然呢 他就是让你输入嘛 OK 所以input 假设你输入1月 两边有没有match 没有match 没有match 就else 答错了 他又回去 直到答对为止 所以这个地方不是答对 不是答错 所以这个逻辑比较简单 还是if跟else而已 两个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哦 这一题 那这一题的话呢 比较特殊的部分 应该是在这个所谓的串列部分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那个 征兆考试的部分 只有在第六类之后才会考到串列 所以如果你们对那个第六到第九类有兴趣同学 也许可以自己再试试看吧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主要规划的时候是定义到一到五类的部分 所以第六类部分我是大概先顶多是补充一下 那串列其实在那个这个这个Python里面非常的重要 就像说你在excel一样 如果excel里面没有四算表 那你根本就没办法放资料了 所以道理一样 如果你在Python里面没有这个串列的这种形态的话 那你根本没办法做事情 为什么因为像这边有十二个资料 那你十二个资料难不成你要产生十二个变数吗 那成是不是乱七八糟 非常太复杂 所以一般的话 通常会用串列的方式来放资料 所以这个部分又补充了一个叫MANCE CAI 请各位试试看 那这个地方还可以在衍生 比如说还可以衍生什么 可以让它多拆几次 比如说可以拆十次好了 然后呢 把它的那个拆对的次数 累加起来 总共拆的 如果是全部都答对的话 那它等于是只能最多拆十次 全部答对 那表示一百分 如果说呢 猜错一次可能扣个十分之类的 可以把分数再显示出来 可是问题是要怎么写 延伸性的部分的话 可以自己再练习看看吧 反正 当然是希望说可以 你只要想得到的逻辑 那你程式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那是最好的 OK 这种状况 试一下 那这个程式部分的话 是在那个云端 云端白板上面可以找得到 云端白板的第22页部分 甚至底下我好像有一个只能够回答三次 只能回答三次 OK 版本 然后另外的话 如果各位对那个VBA的版本有兴趣的话 底下也有一个VBA的版本 OK 其实哦 长得也蛮像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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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这边的话 直接选 Ctrl C C C 或者是按编辑复制都可以 Ctrl C 然后呢 再把它贴过来 Ctrl V 贴上 可以啊 没问题 试试看 好 好